自从去年10月开始 后面很多国家发现一些小孩 通常都是10岁以下 突然间就有一些很暴发性的肝炎 很严重的肝炎 在英国这样计算 已经有108个案件找到了 其中8个就已经要做肝脏移植 所以都是非常严重 最得人害怕的就是这些小孩 全部之前都是完全健康 没有其他疾病的 一讲起肝炎的话 大家一想就想起月形肝炎 因为我们香港这边 中国这边最多就是月形肝炎 月形肝炎就是月形肝炎病毒引起 其实病毒性肝炎有很多种 起码肝炎病毒有ABCDE 甲乙丙丁茅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原因 但是今次在欧美这边有些暴发性的肝炎 全部都不是因为这些ABCDE的肝炎引起 肝炎的典型病症 大家可能都听过了 最常见就是黄痰 眼睛眼白那边就黄了 小便就很深色 就不是深小小色 而是好像真的保里茶那样的颜色 就是啡色那样的 那究竟是什么引起这些这么可怕的肝炎呢 我们暂时都没有足够资料 就很肯定看得到 不过大家就发现 比如在英国的案例 75%的人 就是这些肝炎的小孩 都是感染了另外一种病毒 叫做腺病毒 而美国有很多个州 都找到这些患上肝炎的小朋友 那在阿拉巴马州 总共有9个小孩患上这些肝炎 9个就是100%都是感染了这一种 这样的腺病毒 那你会说 难道又有新病毒 其实这个不是新病毒 这个病毒是一向都有的 就是好像我这些年纪 或者大成人的话 那一生人里面 就已经很多次感染这种病毒 那些研究发现 在大人95%的人 都已经对这种腺病毒 是有抗体的了 而在小朋友来说 他最常引起的 其实多数都是比较小 就是2岁以下的小朋友 那这些小朋友 如果感染这种腺病毒的话 最典型的病症 就是一些 比如说 嗑、嘔、腸胃的病症 或者有些低烧 偶然都有些呼吸系统症状 例如咳咳打一次 那就是一般来说 他引起很轻微的病 那你说他会不会引起肝炎呢 正常来说 以前真的很少听过这种病毒 会引起肝炎的 除非在一些本身抵抗力很差 就是已经可能有其他疾病 比如有些小孩有些血癌 在做化疗 抵抗力药的话 感染这种腺病毒 有小部分真的会引发这些 步伐性肝炎的 但是说在健康的小朋友身上 就真的差不多没听过 究竟是什么原因 令到这些没什么杀伤力的病毒 突然间变得那么多人害怕呢 我想要看看 究竟这段期间发生了什么事 第一件事 大家都要知道 就是防止COVID的公共卫生措施 在过去这两年 就是腺病毒 就跟其他病毒 就像流感病毒 一样被抑押了 就是说 你戴口罩洗手这些方法 都可以防腺病毒的 所以过去两年 小孩感染这个腺病毒 引起腸胃炎等的东西 就已经少了很多 第二件事 就是大家要知道 某些病毒 就是如果感染人的话 就不同年纪 就不同的严重程度 比如说小孩麻痹 年纪越大 小孩感染后果更严重 第三件事 就是很多小孩 其实就已经感染过COVID 或者可能在感染纪病毒的时候 可能同一时间都在感染COVID 所以虽然我们现在这个阶段 不能够很肯定地说出 究竟这些肝炎的原因是什么 不过如果你说作为一个brainstorming 或者作为一个讨论 我们假设可能有以下几情况 第一件事 就是病毒被抑压了这么久 突然间小孩再感染了 尤其是如果有些小孩 过去两年从来都没有感染这个病毒 如果小孩大一点才感染 第一次感染这个腺病毒 可能病征比较严重也不出奇 腺病毒有没有这样的倾向 其实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但是我们也不排除有什么可能性 第二个可能性 就是说这个腺病毒 不知道会不会又有一些变异 令到它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就变了可以引起一些更加严重的病 尤其是专业对付肝炎 这个遗传物质的分析 现在都在进行中 但是未有结论 第三个可能性 就是说COVID 这个病毒 和这个腺病毒 如果同一时间在小孩体内感染的时候 不知道有没有一些互相相互的互动 令到腺病毒 能够对肝炎构成比较严重的伤害 我先戴上头盔 这些全部都假设 不是真的答案 因为我们现在想握的资讯太少 大家看到这个频道 我都不想侮辱你的智慧 对于一个很复杂 或者我们很多未知数的问题 给一个最简单 over simplified的答案 其实最容易吸引观众 最简单就是 可能很多人已经在想 就是说 当然跟COVID疫苗有关 不好意思 我们看得见 在英国108个肝炎的小孩里面 没有一个是打过COVID疫苗的 所以就不要想着说 就是又赖到疫苗那里了 不过这件事产生 我想大家都要明白 就是说 过去那两年因为这个疫情 就是人类社会 就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在这个后疫情时代 我们要应付的 可能真的不是只是Long COVID 或者COVID的后遗症 那么简单 可能有很多 我们未估计到的问题 会产生的 幸好这种肝炎 暂时来说 都不是说很多 非常之少见 所以大家都不用太担心 有人会问 怎样预防呢? 其实大家做回 现在预防COVID的做法 保持手部清洁 可以的话 戴口罩 都可以防止腺病毒 不过我也要再说一次 可能真的不是腺病毒 可能有其他原因 因为我们现在掌握的资讯 就太少 不过我看到很多人 都关心这个问题 我们阶段性 就给大家一些资料 大家去参考 多谢大家收看 请你留言 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 五分钟 0分钟 多谢大家 再来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